回到国内今天的新闻焦点 还是在彰化那个不幸的案件 也就是妈妈加入日院民工去零修 结果却镊死高中儿子的这个案件 日院民工负责人陈巧明 这么多天过去了 还是一直不出面 只是传简讯来喊冤 甚至还控诉死者的姐姐造谣 姐姐出来了 说这么多人陆陆续续都跳出来 控诉陈巧明 陈巧明却躲起来 姐姐说亲者自亲 要陈巧明出来面对 珍信高中生的妈妈 把儿子关在日院民工聚会的墨园 囚禁18天虐死 究竟和日院民工负责人陈巧明 有没有关系 事情爆发神隐到现在 陈巧明只透过简讯含冤 她写到高中生的妈妈黄女士 说先生女儿离弃她五六年 儿子死后想跟他们说清楚 却总是被兼拒 良人完全不听或扭头就走 对于排山倒海谣言 陈巧明自称正在测试 她身为台湾女儿的心 还说相信人性本善 感叹谈言伤害她 对于不识指控及谣言制造者 保留法律追溯权 就是亲者自亲啊 如果她真的没有做这些事情的话 她为什么不出来 而且也是 而且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指控出来 这些大家都看在眼里 珍信高中生姐姐不满 陈巧明传简讯想自亲却不出面 还把矛头指向她 陈巧明提到 过去那么疼爱詹姐姐 指控她煽动别人 说耸人听闻的内容 骂詹姐姐自编剧情 有诸多错误连结 我们家已经受害了 我弟弟已经没了 然后我妈妈甚至可能也会没有 那我想呼吁说 同样也是受害者 请跟我一样一起站出来 我觉得团结才是力量 我真的拜托大家 悲从中来一度哽咽 珍姐姐四处奔波帮弟弟逃攻道 陈巧明监讯含冤控诉 珍姐姐不害怕 翻枪要陈巧明站出来面对 记者杨中盛文 思汗王宠伟代秋荣 SNG小组 新北市报道